俄乌战场 俄军坦克正在突击 乌军炮弹从箭而降 坦克瞬间粉身碎骨 乌军使用的正是坦克杀手 莫敏弹 这种神器我国也能生产 那我国的莫敏弹技术怎么样呢 央视采访时啊 杨绍青院士直言不讳的说 中国的莫敏弹是最好的 莫敏弹全称是末端敏感炸弹 它是一种智能子母弹 发射到目标上空后 能自己寻找目标并攻击 它是动作关火的战场精灵 被人们称为坦克杀手 是集群坦克的噩梦 莫敏弹的识别探测过程特别短 从开始寻找到最后攻击目标 只需要几毫秒的时间 我们人眨一下眼的时间 大概是300毫秒 莫敏弹从寻找目标到击中敌人 整个过程只需要人眨眼1%的时间 莫敏弹可以装备到飞机上 一个架次就可以装载400个莫敏弹 出动一次 可以消灭掉一整个装甲石 所以啊 莫敏弹可以说是坦克的天敌 伊拉克战争里 一方有1000多辆坦克 结果还没出动 战斗就结束了 就是因为美军用了斯基特和萨达姆莫敏弹 大量异军坦克 被这两种莫敏弹摧毁 15年 俄罗斯在叙利亚战场 也熟了莫敏弹 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有人说莫敏弹是反坦克群 效能最好的武器 那它为什么这么牛呢 点个关注 咱们接着聊 莫敏弹的原理是什么 为何能够成为坦克杀手呢 莫敏弹采用子母弹结构 多个子弹装在母弹里 其中啊 猪子弹有末端敏感功能 它看起来像是带着降落伞的小铁罐 在母弹被发射到目标上空后 子弹会都被释放出来 并打开减速伞 边缓缓下降 边搜索敌人 探测到坦克后 它就会引导战斗部瞄准坦克 并起爆战斗部 从而击回坦克 现在的坦克正面装甲是越来越强了 700毫米厚度是家常便饭 中国久久改坦克 甚至达到了夸张的1000毫米 可坦克的顶部就包多了 只有正面的三十分之一 而且啊 这玩意儿还得留个窗户散热 要不然坦克发动机受不了 驾驶员也得热死 那为啥不把坦克全身都搞厚点呢 这就好比问建筑工人 为啥只戴个安全帽 不把全身都掏个水泥管子呢 防护不然重要 灵活性也很重要啊 全身后装甲 速度塞窝牛 坦克干脆改炮楼算了 所以啊 坦克只能留下顶部的罩门了 而从上而降的莫米弹 就能轻易命中这个弱点 直接击回坦克 而且莫米弹成本低 跟其他智能炮弹比 只削五分之一 还可以发射或不管 他自己就能干掉目标 如果一次发射一百多个莫米弹 甚至能干掉一个坦克师 坦克杀手莫米弹这么厉害 为啥我国造的最先进呢 可是咱们接着看 莫米弹是谁发明的 中国莫米弹世界领先是真的吗 莫米弹是美国 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研制的 最初是为了对付苏联的 大规模坦克部队 莫米弹做起来很复杂 首先给人塞进火炮 导弹或者不撒气里面去 这些装备又不能做得非常大 太大的发射不了 其次 莫米弹要能又快又准地找个目标 并且发射弹药 整个过程不能超过 人眨眼1%的时间 研发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正因如此 就连美国也用了20多年 花了17亿美元才研制成功 中国的莫米弹虽然研发弹板 但是在有后华优势 杨绍青院士带队奋起之堆 一年六月 杨氏爆出新闻 莫米弹实现重大突破 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而且经过大量实战的测算 中国莫米弹的命中率 竟然比国际水平高出25个百分点 现在 中国一定研发出 更先进的第三代莫米弹 采用了红外加毫米波 加激光的三莫米感器 打击能力更强 更我意思的是 俄罗斯一直是出口武器给中国的 听到这个消息 既然联系我国 想购买我们的莫米弹技术 这是中国军工技术 第一次反向出口到俄罗斯 中国莫米弹技术领先世界 你觉得自豪吗 感谢收看海克斯情报社 点赞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